大家好,歡迎來到我們日更頻道,利奧和總統已經連續結業了。 另外,英王方面反而和奧博簽名了一協議, 繼續做到今年的年尾。 又是剛剛我在網上見到有媒體公佈說出了消息, 根據消息報導,陳明金和奧博達成了協議, 金龍、萬龍和育龍就會逐約營運到12月底。 不知大家有沒有發覺到, 好像和奧博旗下的牆都多數會做到12月底, 就連在之前公佈說會不做的英王都會繼續做到12月底, 其實為何會有這樣的做法出來呢? 大家都知道衛星場就不是每個人都賺錢了, 再加上如果衛星場是要奧博自己接手營運的話, 奧博方面它那個成本是加重很多的, 因為可能這場是劈回給奧博自己經營的了, 那我不知道租金怎麼計, 但是不計租金, 說真的, 你員工部分都不是一個細數, 再加上以前是由收數的公司, 就變了做現在要付錢去租他們的場, 這樣來玩, 那其實成本或者各方面來計, 可能都不是這麼適合的, 那當然啦, 你奧博來說, 在澳門區, 它那個賭場數量是最多的, 那如果它是這場不做的話, 可能那個餅就會變小, 這個可能也是它其中一個要考慮的地方, 那我們講回頭啦, 那現在全部都是逐到12月底啦, 那其實之前都有同大家講過的, 講過些什麼呢? 就說啦, 我們看衛生場這單東西, 最主要看兩個時間點, 一個就是6月26號, 第二個時間點就是12月31號打後啦, 那為什麼會這樣看呢? 那6月26號, 你不是奧博的場已經有些是率先不做的啦, 那我們到時就會知道有些什麼場是會被市場淘汰的, 那第二個點就是12月底啦, 12月底之所以關鍵就是因為它的賭牌是一個逐牌啦, 那為什麼奧博現在要抱著這場呢? 亦都是一個很簡單的理由, 就是因為抱著這場, 不要讓它結業這樣才叫做有機會是自己可以逐得到賭牌啦, 如果你現在今時今日你不抱著這場的話, 失業率巨大的話, 那其實政府會怎麼看呢? 會覺得你是玩東西的嘛, 他不會理你是不是真的有沒有錢經營的, 他只會看到你的失業率是對他們或者對社會造成一個很大的壓力的, 所以在這樣的情況之下, 肯定啦, 奧博就硬食要去捧回這些衛生場的, 那我想啦, 這裏除了商業的決定之外, 有某程度上都是為了自己的賭牌而作出的一個選擇來的。 好啦,那今集同大家看到這裏先啦, 大家有什麼想講呢? 下面留言啦, 那我們下集再見啦, 拜拜!